继中国之后 配备美国拖翼声波定位 而同水下自动潜航器的澳洲海军海洋之盾号 也都在南印度洋偵测到密冲信号 同中国海船01星期六测到密冲信号的位置 相距500多公里 有待确认是否与失踪马航客机有关 海洋之盾号会先追查本身测岛的密冲信号 之后再加入海船01 连同英国皇家海军回音号测量船 以及澳洲空军飞机 到中国测岛信号的海域调查 海船01星期五和星期六 先后在澳洲帕斯以西海域 相距大约两公里的位置 证测到频率是37.5千克 每秒一次的密冲信号 现在搜索工作可以说是分秒必争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 黑盒电池寿命是30天 就是说过了星期日 理论上失踪客机黑盒的电池就好尽 无法再发出声波信号 航空专家说 每架民航机出厂的时候 都会设定为当黑盒跌入海之后 就发出频率37.5千克的密冲声波 但讯号也会设定成不同波形 作为分辨不同飞机的讯号特征 有专家认为 将探测到的讯号波形 和飞机制造商的数据比较 就可以确定讯号是否来自失踪客机 另外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引述马来西亚政府高层消息报道 失踪客机曾围绕印尼空域外围飞行 再进入印度洋 相信飞行路线可能是要特意避开雷达政策 无线电视记者来伟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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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敏捩